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妈妈妈妈我脱了 我不会再胡闹了 还我国上吧 随我指令 不是吧 忍着 我要知道你生前最后一刻 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魔障 就放不出高级法术 这门失了咒语 我根本打不开 对了 那本书里还有一些 不用魔障也能释放的法术 血魔法 我还没试过 书上说这种法术能让人不试 好像是头疼脚痛之类的 总之 吓唬他们一下 就会放我出去了吧 辉宇不知道的是 血魔法的效果 和施法者能力密切相关 法力越强 法术效果也就越强 而辉宇的魔法能力 可以说是百年难得已 和施法 惠语 怎么回事 是你搞的鬼吗 惠语 果然来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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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因此 啊 是啊 啊 了 啊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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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样的 对不起 我不像这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 爸爸 所以 这不是什么离奇意外 你们知道黑魔法杀人案吗 闭嘴 别乱说 这不是我们能讨论的 听说 那是个恶魔 眼睛都是红的 他再度降临时 就会毁灭世界 别说了别说了 有人来了 好 这是黑魔法恶性伤人事件 难怪当时的媒体没有详细报道案情 虚空之门召唤着灰雨下落不明 当局已将其列为重大通缉犯 各家媒体禁止报道该案件 亦有情况立即上报 我小时候就听过你成为黑魔法大师的故事 直到现在才知道真相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可怕了吧 你根本不是什么毁灭世界的曾无化神 你 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孩子而已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现在 你现在也是个小孩子 没有是非观 为了自己的兴趣 完全不顾别人安危的小孩子 曾经如此 现在依旧如此 你完全死有余辜 够了 我的人生不需要谁来评判 您读取我的记忆 这是为了说教吗 不 这是为了我自己 这是最后一件我对你在意的事 在意什么 你最终的下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档案 并没有记载 读取记忆的法术 也只能在你大脑完整的时候才能释放 以后 可能没法这么做 如果您杀了我 这个结解也会消失 现在虚空之门还没完全打开 但这里的黑暗精灵跑出去 造成的破坏也不想看 伤灵守护身 伤灵守护身 这么大规模的法阵 是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 永长咒语才形成的吗 教授 您做出独自前来的假象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吗 你没必要知道 该把魔杖还给我了 小经理 您这是要干什么 小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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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您也会黑魔法咒语啊 还以为您是个死脑筋的道德卫士 只有摧毁你 才能让结界消失 我不知道重破实体的精灵 该破坏哪里才能杀死 我也根本不想冒险尝试 理解 还是这样作为稳妥 您比我想象中 要有趣得多呀 要是我多了解您一点 就好了 现在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